最近有没有觉得压力真的好大呢 因为房贷利率确实是步步高升 中央银行预估五大银行新增房贷利率 本月就会涨破2%的大关 银行也公布了三月台湾银行等五大银行 新乘坐房贷利率连16涨 三月是来到了1.985% 冲上了近8年来的新高 房贷族的利息压力真的是越发的沉重 当然这也连带影响到大家买房的意愿了 据金管会的统计 国银房贷年增率再降到5.51%的三年半低点 前十大房贷银行中 北复银和玉商银两大名的银行 已经从去年双位数高成长房贷 一口气降到各位数 华南银更低于1% 逼近零成长 多家银行房贷频频破底 不过专家也有一个最新的预估 就是在自助买盘的部分 认为是可以稳住可以支撑的 年增率不会跌破4% 最快第三季渴望直稳 以上房贷的讯息 房市房价的消息提供给你参考